路头啊,S5的路头,心理机球手 律师加拥兵 两边都有在打吧 机球手打路头你别说 机球手要溜路头没那么好溜 但是打路头其实还行 就是因为有钩子嘛 所以说机球手的这个球 在面对钩子的时候不太好说 但是OB的话还行 你勾我一下打我一刀 其实这边机球手还是有状态能够再打的 真要追这个路头 真要追这个机球手 一勾勾到你旁边 好,一刀有 很细节呀 这边没什么交互点 一勾减你速 下一波 插个眼压住这个点 拿一个勾子压住 感觉这机球手玩不太动了 遇盘盘 没有能交出这一勾 那前期我觉得这机球手最多最多再六个时机20秒 最多最多再六个时机20秒 因为这边眼眼已经压住了 再封夹子 全防流 被迫转点 好,来,正面对抗 看这个勾和这个 漂亮 想逼一手飞轮 这个勾和这个球 一波对抗下来 路头是用自己的勾子顶掉了这颗球 现在呢看勾兵的救人了 勾兵救人的话 这个老路头的小勾勾 你别说 我这边先夹着 要不要封一手机 只是单纯插了一个眼压一下密码机 勾兵 要过来了 对,这个勾兵 因为打路头的话有两波伤害的 两波当中只要震射一波 这个人就救不下来 还行,还行,还行 那我们进度给他揪手 以揪手的视角来看 这边路头的一个给到的压力 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揪手遛不动了 真的给到压力很大 你这个球 我的钩子 在你的球之后脚 其实揪手就很难操作 骗飞轮 就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其实跟病患打红蝶一样的 就是谁的技能先放 谁就处于一个相对劣势 对吧 你的球但凡交掉了 后面这一勾到你脸上面就必然倒地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路头的这一勾 他都是等到机油手这边 要么刚交出来 要么就是交完以后 这里勾 打双倒吗 还想给压力 还想给压力 给的压力很足啊 这边再来再来再来 假动作 好的 傭兵说实话 两波救人还是比我比较稳的 来我们镜头再次给到机油手 看这波操作 钩子CD马上好 捏着勾 来骗你了 来了来了来了 帅勾 这波好像是路头先交钩 但是这颗球没有起爆发 没有晕眩效果 只有击退 没什么意义 这样的话 傭兵这边倒地 外面的密码机 总量上面来讲 还差一台整机 屈效于一个多 这个傭兵的户比 已经交了不少了 然后呢 待会还要交一波自起 心里现在被追 待会一个白板心里 傭兵这边被迫交出自起 就这个心里如果倒地了 开门战是个白板心里 针对傭兵打吗 也行 这个傭兵是个交自己的 就现在凶者这边要翻 或者说要想保平 他们得有人能扛得住 这个路头的追击 然而呢 其实是没有人能扛得住 这个路头的追击的 讲道理啊 这个是没有人能扛得住 心里的话 这边外面重新起带机子 因为路头这边的话 压住这个傭兵的话 可以管这台遗产 心里重新起机子 律师过来救人 还行 三人开门战的 可能性还是有的 匣子提前封口 省得待会儿跟我玩滑梯 看到密码机斗洞呢 他其实可以往前顶 去顶这个律师 顶这个律师呢 会律师救不下人来 然后呢 这个心里就被迫过来救人 哎呀不对 如果机子压好的话 这边好像是 没有管这个律师吗 那这样的话律师过来了 过来 开门战 哎 勾到 等 卡一手 律师不会被震慑的呀 这律师 跟你拖好了呀 这 对吧 你等一下一个勾时间 这肯定不会给你的 这律师不会震慑 随便捞 捞完放夹子 两个人走 这波我感觉路头有点亏哦 对啊 你换别人来不好说 这律师 心想 呀哈 还有这好事 再放甲 这样的话 傭兵走了 这傭兵不能让他走的 这傭兵是个突破狗啊 这傭兵是个突破狗啊 勾 那律师贴门了 这边是想两勾带走这个傭兵 但这样的话 其实给到穷者很多机会的 密码机压好了 快走 哎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你自己说快走的 对不对 又不是我自己亮的机 这怪不了我啊 这心里也没什么问题啊 这心里说 你自己说快走的 幸好也是你发的 怪不了我啊 赖不了人 确实应该赶紧亮了 但这波亮机呢 其实可以是怎么样呢 就是 傭兵护皮跳开以后再亮 然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 穷者这边的话 如果说律师可以的话 让律师贴门 这就 刚好卡住了 刚好卡住了 傭兵的去路 本来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出现平局的 现在应该没有了 路透也不玩了 末班车 一个漂亮的三抓